攀接了請舉手 大家都沒有幸福感喔 為什麼這樣子呢 大家都沒有幸福感喔 來 那我們看一下統計 難怪會有這個統計來 我們在105年的時候 我們台南市的幸福三市 我們之前跪起我們的冠軍 跌落到第四名 第四名 不怪啊 我們一起主管 自己都沒有幸福感 所以我們就從冠軍 下滑得很快 第四名 我想在媒體的報紙上面 我們去調 我去看了 他專家的觀點 城鄉人力跟資源的差距 日期的嚴重 可能合併以後 限制的合併以後 然後他們也看到我們台南市 看不出生態城市 跟看見未來的結構 還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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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哪裡的調查 什麼 我說你調到第四名 這個是哪裡的調查 這個是媒體的 我們會給你的 哪一個媒體 我們會給你的 然後啦 對於弱勢級邊緣副長 無積極性的主動作為 以及對於民間社福官單位的支持 跟協助的不足啦 這是社福的部分啦 這是媒體專家 對我們台南市 為什麼在社福城市裡面有效啊 這麼嚴重 但是本席認為啦 本席也有自己的看法啦 我的看法 我認為 在中央的部分 因為一力一收 造成了資方不敢去接訂單 我們在基層走 有這種資方 他說我不敢接訂單啊 因為他所接到訂單 他所獲利的成本 獲利喔 來不及應付到 加班的人士的成本 獲利比較多 人士就是加班 因為一力一收 造成他們負擔很多 沒有辦法去支付 還有啦 年金的改革 很多的退休的金公教走上街頭 因為他認為說齁 當初啦 在金公教出任公子的時候 他跟國小手簽的契約 我們的國家違約了 一般的團體 一般的民間 如果資方跟勞方 簽訂了合約以後 資方因為他自己的片面 違約的話 馬上勞工局就開發了 跟個建物率先來違法 只指做工犯法 不只百姓來點燈啦 我想這些政策 市民對政策的不滿 還有啦 他們的一點就是 對我們地方 那這邊是中央的喔 但是在地方上面啊 因為在去年 地價稅的調漲 包括在今年的房屋稅 五月份現在正在進行的調漲過程中 六都裡面我們也看到 台中沒有調 台中沒有調喔 台中沒有調喔 但是我們台南市也調了 OK 台南市調了以後 既然我們台南市 還比別的都 五都裡面 我們又多加了 回溯十五年的老屋 遇到有人說 外屋的已經要亂 要整建了 結果又調了 回溯這十五年 對我們台南市市民 相當大家反彈的非常嚴重 非常寬大 我想這段時間 很多的民意帶 很多的基層在反映 市長您有你的看法 財稅局長有的看法 但是 本市非常認同一個縣市 就是苗栗縣 苗栗縣不是五都喔 但是苗栗縣政府 他聽到議會的聲音 他聽到基層的聲音 所以苗栗縣政府 他在議會裡面 就是同意 三年內 董條 董長 董長 他的防護稅 這個在議會 已經通過了 縣政府的縣長 也已經通過了 我想苗栗縣是一個不是 他財政也不是很好 他也不是六都啊 他就萬一這樣做 我認同前縣長說的計畫 他說的 地方的建設非常重要 我想我們大家都非常認同 地方上建設非常重要 但是地方上的建設 現場說的計畫 他說比不上 我們市民的辦法 市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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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這個政策的不滿 台南市市民 他覺得他信誤感沒有啦 還有啦 台南市市民也認為 我們企務團體的建設 這個執行力 他們覺得無感 以本行在上一次的執行裡面 我提出來了 陸品專案 我有講過市長喔 你在進出的過程中 永華路 新華路二段 那個路面這不平 欸 市長喔 真的各位以來 執行了 公務局長我們值得給他誇獎 值得給他誇獎 但是市長我也要跟你說 這個現場只有一點點而已 是什麼呢 接下去金華路的一段 接下去的明星路 接下去的我們健康路 網路上面你們自己看 人家說的健康跳動路面 健康路的路面 如果沒有台性路 如果沒有 所以他呈現的是 沒有閒線的問題 因為整個路面的鋪設 沒有一蓋的去鋪設 還有呢 我們市政府旁邊的國平路 你給他走看看 跳動也是不平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公務局 你應該 你應該要成立一個專線 因為大家要出門 就是一定要走道路 如果我們提供的市民 是一個平坦的路線 他出門的心情一定會好 那出門的跳動 他我相信心情也不好 所以公務局 本身認為你應該成立一個專線 你也不要告訴我 給市政府一個1999 1999的業務太繁滿了 你應該成一個專線 讓市民來通報 哪一條路面不好 然後你馬上請人去看 如果能夠即時改善的話 就如同上一次本期所說的 入品的問題 用法路也好 金法路也好 馬上改善 市民是不是馬上有感 所以這個部分 那個公務局你要加強 還有呢 在86隔音牆 86這個就是 通車以後 我想來到這邊 也已經很久十幾年 這個隔音牆 就是86的高速公路 隔音牆本來在施工的時候 就應該去做了 但是呢 我們事務部要整理做 公務總局也沒有做 所以我也要求了 在上一次執行的時候 請你說趕快去職 因為公務總局在去年的時候 也答應我們要做了 今年要去追蹤 公務局你追蹤了沒有 你的進度如何 已經半年過了 去那個上一次執行到現在 你根本沒有個答案 我們只要求去追蹤 去要求我們的公務總局 你既然已經同意我們了 去年已經同意我們了 為什麼今年還沒有再做 局長公務局長 你去追蹤了沒有 是的 那報告林議員 隔音牆的部分 七月就會開工 七月開工喔 對 至於專線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有類專線的 OK 2155555 所以你今天 我很高興聽到 就是隔音牆在七月份即將開工 市民就有感覺 就幸福幹嘛 還有呢 我們的老屋的電梯 老屋的電梯 從中央的政策開始執行以後 本市不斷的提醒你 一定要去做 各個縣市都在做了 你能知道 台北市喔 台北市在四月份 今年喔 在上面各位已經完成了手案 他不是給他提出喔 他是已經完成這個老屋裡面 已經把電梯蓋好 給這間 給這個老公寓 但是呢 我們台南市政府 我一定想 我們的老屋的電梯 你要不要去協助他們 因為不一定要我們 我們來補助 但是法令的問題 你是不是要先去處理 台北市已經完成這個案子 他補助了兩百萬 給這個老屋裡面 你知道嗎 騎給我開心的 很高興的 但是台南市 高進 連踏出第一步都沒有 連踏出第一步 我前面去酒店的時候 我大了 你知道台塘那邊 都是五樓的老舊電梯 因為台北 我們台北就跟我說 比較快的 如果有電梯 他們住在那邊 他就會很高興 很有幸福感 所以 局長 你是不是跟社會局 這邊 社會局 你提出來 你提出來了沒有 你上一次的時候 本席也借了一個就是爬梯 梯機來這邊 你有沒有提出來了 我們的跟老屋電梯是不同的 我們是爬梯機 那我們爬梯機也調查過 有15個 我們調查了15個社區 局長 對我們是爬梯機的部分 你不知道嗎 對 我要你跟配合我們公務局 以針對現有的老屋 我們終於調查 看他們的條件 是不是適合 有些是真的不適合 所以記得我們 局長你是不是要加強一下 套出第一步好不好 其實我們 有爭取到經費 剛下來 但是齁 這種工作最主要的困難是怎麼 因為它是五樓的那一些公寓 通常一個樓梯大概有兩戶 那兩戶的話 你如何做電梯讓每戶 比如說五樓的話當然還是十戶 那如何變成電梯 那樓梯還是要存在 如果變成電梯讓他們可以通各戶 所以是困難在這個地方 局長來 剛剛我聽到你說了 我們的中央預算補助下來了 我希望你善用這塊款項 好好的去做一個調查 我剛才說了 適合的部分 可以做的部分 醫院夠的部分 你去做一個調查 好不好 我們會去宣導 好不好 還有來 我們看到來 再上次我們講到 我們台南的鼓舞 揮插頭 是對 台南鼓舞的揮插頭 那是文化歷史的 這台揮插頭 在10年前 寇添不是要送給那個奇美博物館 因為搬也沒有辦法 所以還留在原地 我就一直跟你講 一定好好的去善待他 我覺得這個火車頭 真的很可憐 這個鼓舞坑在那邊 完全沒有受到 我們相關黨員的一個尊重 你是怎麼說 我們台南市的文化歷史 還有這個還要不做 這個還要有什麼人 有什麼人 還是公務局的 還是教育局的 我議員這個部分 一定開始要做了 哪有 我天天都在那邊運動 我早上都是在火車這邊運動 我怎麼沒看到你上面 我是怎麼 真的有 那些三七十多都會拿過給你看 你做的是這個 你做的是把這台磅布抵掉而已 你的工程完全都還沒有進去 所以你要趕快去做 動作要出來 可以嗎 有啦 有啦 你不要再讓我在下次執行的時候 我聽好了 你報告那個 最新的進度 好不好 我不要 你現在執行的 我告訴你 我就真的請你出來 好不好 局長 我知道你很用心 但是按一個火車頭 這樣的鼓舞的善待 沒有受到善待的情況之下 我都滿懷疑 我們的建築文化園區 看看我們建築文化園區 我每天的經過 晚上都晚上去問什麼 局長 建築文化園區 已經建改 建改在 就是建改多久了 建改很久了 現在工程在進度 現在已經 你是把圍起來裡面的 那個就是 研資研物的研物 建築物在做維修 但是現換 開換現的空間那部分 你要去加強 你可以善用那個空間 你可以讓一些文藝的人 到裡面去做表演 夜間表演 你知道嗎 到了晚上 它只是像個死城 沒有東西在裡面 你說的有文化的氣勢嗎 有文化的種子在裡面 完全沒有看到 我們要的說 台南市市民 知道有一個建築文化園區 到那邊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 我們也希望建築文化園區 能夠給觀光客 能夠帶來 到我們去看看我們的文化 議員 我們建築文化園區 是今目前 高級的守候那塊 但是在外面這個部門的公園 如何去善用它 你要好好去開發 本市所以在是有公益人在裡面 你在做一些成品 文竄的一些人 在做一些就是工作 工作室 我也跟你說 多叫那個公 就是文竄的人進來 我也有跟你說 我們基本的衛生設備 一定要加強 本市要怎麼設置 你沒有 要不要多恐怖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 我希望說 在整個建築文化園區 如果你的建築文化園區 還沒完成之前 股物還沒 就是研資研 或者建築 就是建築 沒有做修上完成的情況之下 我希望你在現有的開發式的空間 能夠加一點嚴肅 積極一點 可以嗎 局長 還有我要跟妳提醒 來 我們也看到 我上一次講了 除了火車頭以外 我們有看到 在它的旁邊 逐溪跟日新溪的整治 來 局長你坐下 水利局局長 本市一直強調 我們那個火車頭是台南的穀物 你現在進行的逐溪日新溪的第一級工程 重點是什麼 進水場 對不 是不是 他是不是請您在火車頭旁邊 是 對啊 所以本市來提醒 你在施工的時候 你不可以破壞到這個 這個我們的公務 跟翼座做一個報告 所以我們有開過說明會 然後也吸取的地方的建議 會調整進出的路線 你現在我在講 路線啊 交通問題之前我就跟你講 你那天說明會有 我也跟你說了 我們有看到你在整個就是交通的動向 我們有看到 在那個 在我們的 竹溪橋這個部分 你看 竹溪橋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民國六十七年喔 整修喔 不是新建喔 新建是無法考證了 我那個調出的 是民國六十七年去做修繕 做個修繕而已 因為它的路面很小 所以本市在當里長的時候 去做聯署去做爭取 當時的市長 他同意做一個 人就是 行人變橋 就是玻璃橋 我們看到紅色的 就是交通的安全 所以你進 你這個部門 如果 這是無法接受 重車去乘台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 做在你這一次的工程裡面 是不是也同時 將足溪橋這個部分 做個保固加強的動作 可以嗎 這個我們會再跟公務局一起來 好不好 一併做 因為施工就在這裡嘛 是 這個施工點在這裡嘛 所以進進出出 你看那個人多少 這個所在 等於我說的 我們體育公園裡面的中正 中正路 所以這個部分 你必須要去做一個 就是 交通的管控 謝謝易做的提醒喔 我們會再跟公務局來做一些 現場的這個了解 這個足溪橋一定要去做再一次的強化它喔 好不好 我們跟公務局一起來演繹 這樣擴寬 這個都要去做處理啦 還有啦 我們 我們那天講的 我們現在要從國民路上來 對不對 國民路上來 對不對 國民路這個532項這邊上來 但是你有看到嗎 現場我跟你講 我們的大林路來 對 我們的532項國民路上來 是上坡的 還有啦 接著剛剛我說的 對 足溪橋這部分 這個地方是三叉路口 這個三叉路口 因為彎路太高了 太大了 本身你還要施工 這邊使用率非常的高 因為冬府也好 這邊 我們大人地區也好 要去上班也好 要去台南市也好 都是經過大人 經過這裡 這個地方是一個危險的路口 所以未來你要施工的時候 會加強交易 交管有用嗎 交管有用嗎 是沒有用的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使用率太高了 所以我想 建議你跟公務局 我們一再的也在反應 我們也反應過 大林路 事實上 這是一個立地而已 這個沒有土地的徵收的問題 我們可以大林路 結完起職 不要再一個弧度 那彎嘛 市長你也要走過 那個地方根本也不適合 彎度那麼的大 你直接大林路 直接切過 就是通532下 直接下去 這個地方也沒有去用 白的土地 是一個立地而已 一個地方的草皮而已 為什麼不給他結彎起職 對不對 體育路也會發生困難 你像體育路跟大林路的連接會發生困難嗎 不會 不會 因為角度會太陡 不會 你就是用公務局 你去評估看看 至少不要彎度那麼大 好不好 只要去評估起來 不過我很擔心 一年半的施工期 會造成交通大亂 真的會大亂 而且公安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麻煩 相關單位你一定要加強 好不好 好 那還有環境海岸的床屋 在上一世本期我告訴你 床屋 我帶來的萬萬例 多大多大的希望 可是這一路走來 我們一再的失望 在這幾十年期間 關關旅遊集是不是 這是關關旅遊集的業務是不是 是 你跟我講說床屋 在去年年底 就可以完成招商了 對不對 沒有沒有 今年哪怎麼會去年年 因為他現在在做 他在做 使用執照的取得 所以一定是現在 那你招商的進度如何 現在已經在公告 而且也辦了招商說明會 有很多家來做詢問 但是真正的投標 案件進來要看最後到 那什麼時候完成 要看進駐的廠商 有沒有人進駐 你給我一個時間點 對 跟議員說明 在六月的時候 我們會開標 開標之後 有沒有廠商來投標才是關鍵 好 那好 你今天在整個床屋裡面的一個 就是使用 你現在正在進行中 但是我要希望 你是在船屋裡面 拜託一下 你們去現場 看到市場 你怎麼可以去走走 你今天做的環境 實在有夠賣的 真的有夠爛的 林議員 因為這個船屋 真的是比較特別 中間 中間 當然最開始 連使用執照都沒有 政府做這種事情 讓我們療傷不夠 中間又發生了 本來答應 這個要BOT的廠商 跟我們說兩年 我一日14年 說兩年 結果突然間他沒有了 所以我們變成市政府要自己來 但是我可以跟林議員保證 這個黃金海漢未來 市政府的規劃 因為我們預算都有編了 一定會非常漂亮 我希望市長 你說得到做得到 好不好 那今天我要給市場提出 你今的船屋的招商 是一個問題 市場提出的環境先去改善 周邊的環境可以馬上改善吧 有 這個我們有編預算 市長你給你看看 那個所在 真的一天不如一天 因為我們 那漂亮的海岸線 因為我們都是想說 因為現在那個 觀光局的這個工程 取得執照的工程 年底就可以完成 那個地方招標出去之後呢 我們會一起來 一起來處理 周邊環境先去做處理 真正我說 真正你說漢言 髒亂的部分我們先整理 但是整個長遠 中長期的規劃 這我們到時候再來做 市長謝謝 議員我跟你們補充一下 現在其實包括周邊的防風林 包括這個停車場 目前都有一些改善的工程在進行 但是我沒有看到 我看到只是髒亂而已 議事長 我要請 我要看到是成果 好 議事長來 我前天才經過而已 你當時我沒有去 那我們看到 市長 我想你在這一次的區裡合併裡面 來請就我講完再上來好了 我們看到區裡的這個行政的合併 事實上區跟區的合併 最大的目的何在 它的意義何在 我想我不管什麼意義 但是它站在本期是一個明代的立場 我希望區的合併 能夠帶動地方上的發展 我想市長 你應該不會火定我這個說詞 對吧 所以我們南區 既然要跟安平去合併 我們未來帶來什麼 就是效應啊 本身跟你講的 剛剛的床屋 海岸線一直延伸下來 到了喜宿 到了昆森 你看整個海岸線是這麼的漂亮 真的非常漂亮啊 你看我們如果到墾丁 我最喜歡看的地方 就是在沿線那個地方的海岸線 真的好漂亮啊 如果所以我們今天 到了喜宿 進到安平港的連外道路 進去以後 一直就走到 走到我們昆森那邊 就有一個 港口在那邊 這個就中斷了 我也知道市長 你來正處回去就是按四朝大道 要經過我們的安平家 你有爭取到一個安平漁港的跨港大橋 你有正處嗎 真的不簡單 真的要肯定 但是 你這個道路來到這裡 你進去安平 安平要這裡南區 這個海岸線中斷了 這個是一個山崗我知道 很困難 市長很困難 但是在困難的情況之下 還是能夠去破解的 還是有方法去處理的 所以指定 我建議你 今年我們南區跟安平區要結合 我們要帶來給地方一個效率 經濟效率就是跟這條路橋結合起來 整個海岸線是一條線的 你看 按我們的萬里最南邊 一直走走到 岸南區一直走 一直走 到了 這個整個海岸線是多麼的漂亮 只是為了一個山崗這個部分 無法做跨港大橋 你看 這個 這個對我南區跟安平區來說 是真的不公平 所以這邊麻煩市長 你在任內裡面 能夠留下 讓我們台南市 足以為傲的工程 山崗有了 跨港大橋有了 我們的山崗也要有 這樣子兩條跨港大橋過去的時候 整個海岸線下來 連接起來 這就是我們台南的 最有意義的 而且最有重點的一個賣點 這是一個賣點 他也說 因為透過七里的合併 可以讓他們看到 我們的積極度 我們的建設 這條海岸線 真的非常漂亮 所以這邊跟我們的市長 建議一下 是 我們現在南區跟安平區 是酸區合併 行政區是沒有合併 但是行政區沒有合併 沒有關係 但是我希望看到 我們帶來的一些效益 沒有錯 第二就是說 商港的部分 還在努力 因為 因為他的鎮 比較大的要接 因為那個橋要做很高 經費非常龐大 這部分商港 他們還不同意 所以我想起床 我相信人力 積極一點 好不好 那當然 我們現在合併以後 我們最近有去看到 安平五年來的觀光客 掉了兩成五 以前的安平 到了八個禮拜 別說八個禮拜 平常是門庭弱勢 這年幹什麼 那台床沒辦法 只求開市 拜託可以開市最好 以前的那麼的熱鬧 暫時要求只能開市 所以要怎麼再重新找回 我們的觀光客 除了我今天說的 如果海岸線 能夠把它重建起來 這一條路 這就是最佳的賣點 然後我們也去看了 現在安平裡面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海岸線裡面 銜接的是宜關島 宜關島這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地方 非常漂亮的地方 它是一個 是外桃園 裡面喔 你看我們看了一些照片 我們現場的照片 你看 這是宜關路 裡面的樹林 這麼的漂亮 裡面的戶地是這麼的好 來我們的戶地 你看戶地這麼好 交通也 經常你看 有夠多人 你如果說禮拜六 禮拜天很多人 會做親子活動 去在辦活動 你看這個環境這麼的好 而且喔 交通也非常的方便 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我們為什麼讓它閒置在那邊啊 我們是不是能夠把它開發成為什麼 我們的露營區 現在是 全國裡面喔 現在露營喔 人口已經突破了200萬 有很多人要露營 他不想住什麼 他就是要露營 所以現在的露營場地又不足 相當的不足 所以你今天如果把宜關島 開閉成為露營區的話 這是一個賣點 他去那裡露營之後 他可以去那裡 那個老街 去那邊採街 去那邊購物 是不是可以帶動地方 這也是一種賣點啊 我想這個宜關島的資源喔 天然的資源喔 是別的地方沒有的 是別的地方沒有的 所以其中 你如果能夠 你如果能夠 好好的看待 宜關島這個不溫 把它的資源 天然的資源 發揮出來 這也是你的任內 留下來的一個政績啦 我想這個政績 應該會留給台南市市民 甚至我們南區跟安平區 大家一個掌聲才對 是那個議員在說 應該要善用漁光島 進一步帶動安平的觀光 這種的觀念很好啦 不過和市政府的做法 其實大家看法都一樣 目前我們市政府在規劃 要把漁光島 作為像日本 日本指導那樣 有公共藝術啦 那時候keep in的觀光客 也非常多 那現主席呢 我們南市政府 已經完成 這個建設 所以也有很多人 已經親近到 那個秋茂園裡面 比較深入的地方 這個我們會持續來做 你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露營的確是 台南市現在很多地方可以露營 包括我們的虎頭皮 包括我們的北門 那個一個 那是山區啦 雙村北門雙村 那個地方可以露營 我們希望在我們市內 有一個露營區 市內有露營區 這真的賣點很好的 好不好 你在規劃的過程中 如果附地夠的話 我們列入考慮 好不好 不過我們目前是想說 那個是很高級的 公共藝術 地景藝術的造景 好 謝謝 交通局我也要提醒你 今天我們的那個什麼 安平區是一個小而美的地方 觀光客非常多 你的T-Bike T-Bike的設點 是相當不足的 你去評估看看 然後來 這邊要請問一下 我們市府官員 你在一般的 就是後車的地方 後車站那邊 你有看過一些深戰人士 來做就是搭車的 在那邊等候車的 有看過幾首 有看過騎手 都沒有人看過 好 我們現在看個錄影帶 看個影帶來 來 我們看個影帶來 司機謝謝你 可是我想提醒你 我也是爸爸生的 媽媽生的 我也有一份正當的工作 可不可以請您 下次不要再摔門 不要再上車的時候 小聲的咒罵我 我聽了也很難過 我每天搭兩次的公車 上車跟下車 我有50%的機率 這樣子的被對待 而您一天可能不知道 再到幾個身心障礙的朋友 我今天只是請您 把車離人行道 稍微近一點 這樣直接放板子比較安全 真的不需要摔門 不需要罵我 不需要摔板子 車上的乘客也聽得出來 你在摔板子 我還是很謝謝您讓我上車 因為有很多司機不讓我上車 可是我想跟你說 我是人生的 我也是一個人 我需要被尊重 謝謝你 我在成德公園下車 謝謝 謝謝 感謝我們身在人師提供這個影片 這不是台南公車 這不是台南市的 你要緊張 我不跟你說這台北的 你不用緊張 你緊張什麼 局長我也要請問你 你能保證這個情侶沒有在台南市發信嗎 保證嗎 這部分我們會再加強 你能夠保證嗎 你能夠保證嗎 這緊張什麼 緊張這不是台南的 人家保證台南市發信這事情嗎 你可以保證嗎 所以我們今天知道現在的就是 整個就是因為現在已經漫入到 高齡化的社會 無障礙的空間 事實上大家都要去強化它 而且非常重視 很多的公部門都公共設施一定要有障礙 包括我們的這個公車 剛剛你說的 所有的政府官員 在後車站都沒有看過 伸展人士來搭車 我想對這伸展人士來說 非常不公平 他們不是不想去搭 我們提供的環境夠嗎 可以讓他們去搭嗎 我想現在搭公車的人 不只是伸展的 包括一些的就是嬰兒車也好 包括一些代印就是拖印的 還要就是背包客也好 觀光客也好 這個等等都又要用到我們的 低地板公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台南市有 380台的低地板公車 我們300台 我們配有了130輛 帶他們去38倍才輛的公車 總共130的那個 130輛的低地板公車 比例是3.42 如果他一個人 他一個說我 我是普通的 38倍才輛 我超過五分鐘 就可以等到一台車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 征戰人士的 你必須要做到 我們低地板的情況之下 你要40分 你要40分 而且喔 還有局長 還有局長 你有沒有去看到 我們現在的提供的 周邊的環境 能不能去配合低地板上車 能不能配合就是低地板公車上車 有的地方 等候車的時候 有高差 人行步道不一樣 高高的在那邊 低板的時候 請問 那個輪椅怎麼上去 這個 身在人士怎麼上去 這個背包和行李怎麼上去 還有很多的菜籃車 就是要推的 買菜車車子 那個推籃車 要怎麼上去 這個整個環境 你看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落差 我們這個落差 要怎麼提供低地板公車道的時候 可以讓人 直接就無縫接軌上去 沒辦法啊 他就知道了 夠到了 就是車道上面 這樣有危機道 危機道搭車的 的危險啊 你看這個素材是怎麼搭 這一般來說 我們身心都OK的 我們的一次就OK的 這個都OK的 但是呢 低地板公車 是要供應給 一些比較特殊 特殊的人來使用的 他怎麼去搭車啊 怎麼去搭車 所以還有呢 你看 我們的後車艇 我們貨車帳 我今天在單車 我還要拿一條椅子來這裡搭 這是什麼環境啊 這是什麼環境啊 難怪我們公車搭乘率這麼的低 所以在這裡喔 本席要建議交通局啊 交通局 你必須要重新就是整個來補查 前面 路線前面是總體檢 你在路線裡面 低地板公車 你經過的路線 是不是要以醫院 市長跟公員 他的行車 他行駛的頻率要提高 你現在租洗的低地板公車 行的路線 你有經過這裡嗎 如果我今天要搭 我要去醫院的時候 我行動沒有辦法 我是不是每次都要假借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來帶 如果有一個非常大好的大眾議書 你這個有經過的話 你可以提供他非常方便的一個 一個搭乘 對不對 還有啦 我們是不是要去普查公車站的環境 公車站的環境 包括路燈 還有邊電箱 有時候他動了 他就沒辦法去搭乘了 他就輪椅沒辦法去 還有人行道的座椅的配置 以及 剛剛說的 人行道的高度 這個輪椅 包括你拿過來的人 要怎麼去那個 去街道下面來 你不要看小小的一個高度而已喔 這個人說是很簡單喔 對行動不如的那個高度啦 真的是非常高的啦 就像你坐山一樣啦 對不對 以及呢 我們的遮氧設施啊 貨車艇的強化 那個量度的強化 所以你這個部分 我要求交通機 你一定要普查 改善搭車的環境 謝謝議員提醒啦 我給他補充一下 他在地理版是34.2 不是3.42 我們現在百百三十幾台了 三十四 OK 我現在都配置在醫院 跟那個 適當的一個 所謂的公司 像那齊美醫院啊 那臺灣醫院 那弟弟不能說 都差不多七八十十%以上 你不要用那兩間 都用那兩間的便宜在說 每個便宜都不用走喔 都有都有 是不是 都特別有 局長 提起你是一定有依據的啦 還有啦 你看你提供的這個什麼 提供這個後車的環境啦 你這個後車的環境是這樣的啦 你看看呢 雖然這個地方 雖然這個地方有衣服 但是如果你們是落後要怎樣 他還戴著帽子去搭車 在那邊等車 這個最糟了 你看 這台人要坐車啦 這台人要坐車啦 你頭要閹啦 還要看這樣看 是不是還要拿傘 對啦 環境 環境許可我都可以設置啦 你環境許可你要去考慮啦 你單純在設點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到啦 什麼環境許可 你這個環境不是許可 你就沒辦法做喔 那也是要改善啦 你知道嗎 人家台北啦 幾個例你看啦 台北跟高雄 人家台北喔 現在高雄喔 現在因為他的一共環境的不足 所以他現在 在高雄他有設 今年底喔 他已經完成六十座的 叫做什麼 鹹壁式的 鹹壁式的 一些就是後車廳 這鹹壁式的 齁 這個地方他因為 他可以供應遮陽 還有椅子 很簡單啊 這沒用到 像豪華型的後車廳 我常說這種東西很簡單 你要花錢 你可以讓他達到效率 現在高雄做這麼多 有他的意義嘛 你我們今天看 你可能說腹地不夠 這個就是改善 我們先天條件不足 你比這 你看看 別人怎麼做 這鹹壁式的後車 你有看到 你有看到 你沒做到 有看到 我們怎麼有 在這裡你怎麼說 好 在這裡 在這裡你怎麼說 好 在這裡 前期我就沒看到 你說有 沒有啦 在其他的那個 在其他其他是哪 你一個點你跟我講 再點 路線 根本沒有 你還講 有 沒有就沒有 改善就改善 好不好 還有台北的無障礙指示 就是說 他今天 我來這邊搭車 我按了以後 我們公車行駛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這個點 有一個就是 就是伸展人士要上車 他會提醒自己 司機會提醒自己 在行駛的時候 會慢一點 這個都是在台北跟高雄 他們的就是 對這個比較弱勢 還有比較伸展人士 在做個搭配 大眾醫師就是這麼來的 好不好 局長 你看看 還有啦 我們殘照也已經上路了 殘照已經上路 我們有看到現在的 殘照人士 在台南市有這個五大 需要照顧的人 需要五萬多個人 這些需要照顧 我們現在 台南市有845個造福員 如果一位有八名的話 我們 我們需要1750 對不對社會局長 但是我們現在有立案的 有立案才845個 845個造福員 議員跟您說明一下 那個1比8那個是機構 不是長照 長照的社區服務 不是這樣算 就是說我們是用終點 因為他去服務都是 今天這個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 那妳認為 沒有我要跟您報告的是說 我這個人數 一千零多少 不是1750 所以不是這樣算出來 所以我們大概 一千位指的是說 當我37區的ABC 所有的長照2.0都建置 完成已經上路之後 才需要這樣的一千多位 但是我現在 我現在 還沒有全面建置 那妳是不是跟我講 現在幾年 局長 差190 我問妳的啊 妳的一小時 妳的造福員是夠了嗎 妳的造福員 足夠來應付現在需要的人嗎 現在的差距是190幾位 那190幾位妳如何去補足 那我們訓練了一千位 陸陸續續 現在就是他們機構 不是機構 就是使用的這些單位 運作單位 我們現在就是 盜宅服務的造福員 對不對 所以我 還有西點的造福員 局長 不管數字是多少 妳還是不足的嗎 對不對 妳的造福員是不足 一百多的話 也是不足 那個數據是妳們供應給我的啊 是 為什麼妳會供應我這不足的資料啦 妳們真的很奇怪咧 是 對不對 妳說的話跟妳們 都供應我的資料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的落差這麼大啊 但是總合一句話 造福員嚴重的不足嘛 那如何做好 二 因為傳召2.0散路以後 如果沒有造福員 我想傳召2.0不用說了 是 我們如何去把造福員 現在是百貴喔 比來可能會一直在增加 因為我們人口 人口是一個道經道的 你看 我們人口你看 中間 小朋友的出生率這麼低 還有親人出走 還有老人這麼多 所以未來造福員 不是停擺到一百多 所以我們要趕快 改善造福員的動作 所以這邊 這個當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來 趙福員怎麼去做 我想我們需要說 透過薪資的專業 形象 因為以前都說 趙福員的3D 安占 幸福危險 所以我們要改變 大家對他的觀念 薪資跟專業形象提升 還有 學習他國的優點 發展我們就是整個 造福員分級制度來避設 設施他工籌相符的補助標準 這個都已經在做 這個都已經在做 要有成果出來 你不是自己在做 就是你們家在做 外面沒有感受到 還有報紙說的 我們也要創造優質工作環境 吸引年輕人 能夠加入殘兆 讓年輕人來照顧老人 不是老人來照顧老人 我想老人來照顧老人的時候 我想這個照福員會更辛苦 被受照顧的人也很辛苦 所以如何把照福員的人員 隨時再補足 你只能說100個也好 900個也好 未來照福員的需求 會越來越多 不是會越來越少 你要知道 是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不希望說未來 這個到的金三角垮了 我們不希望這樣子 我們需要從中間這個部分 來做個加強 所以來 我們六都裡面 我們六都裡面 我們看到 五年來 我們的人口數 是增加了4388個人 雖然是六都最少的 但是他也是在增加 但是呢 我們有看到 105年到105年到105年 25歲到29歲的人齡層 減少了8000多個人 到了105年的時候 大時候 大時候 一樣的 30歲到34歲 減少的1萬9千多 這個所有人跟我們說 就是我們中間的這個人口 一直在流失 這很恐怖 為什麼流失了 就是因為他沒有要在我們台南 這是台南市的 我們台南的年輕人一出走的話 我們會比較這個部分 因為年輕人生小孩就沒有 沒有年輕人要怎麼生小孩 所以這個是不是會看 以後未來就整個就倒了 所以我們如果去留住台南 我們的人輕人就在那台南市 市長我是覺得說 年輕人要留在這裡 就是第一 他有工作人家做 對不對 他有工作嘛 所以 老公姐 你如果提供一個 優質的工作環境 讓我們年輕人來就業 這個部分 局長 你有去加強嗎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為了讓年輕人 能夠無翁接軌去穩定 就是我們辦的屬於青年公讀 還有夏令營 包括我們跟產協合作 讓學生在大學的時候 能夠跟企業 企業老師進到學校 學老師進到企業 這樣媒合下來 所以我們做了幾樣的補強的 這樣一個政策在推動 局長 我也要提醒你一點 最近我們常常到軍中去關懷 就是服役的那些 衣物役的那些年輕人 他們對未來的工作 慢慢來 所以我們希望你針對這些 即將退伍的這些年輕人 做個輔導 怎麼讓他們能夠找到 他適當的工作 他們不會說退伍而已 就跑出來了 所以這個非常的重要 這個保養加錢 你剛才說的那個 只是平面化的 只上在談兵 但是如何落實去做 這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看到 在台南大專以上的失業率 是六都第二 所以這台年輕人 要怎麼留在台南 所以你的工作 提供的工作條件 怎麼去輔導他們就業 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然後進化局呢 除了他就是去上班以後 有些人喜歡創業 你看 暫時 暫時去開一個什麼 泡沫紅茶 暫時去開什麼文竄的工作室 這個部分叫做 這個危險的創業行業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有看到 市政府精華僅僅鼓勵創業 你有推了一個 中小企業保證 火金菇的信用專案 你有提供這個 但是你看看 你一年來 你總共有兩萬多間去申請 核准的33間而已 沒有 沒有那麼多申請吧 不然你怎麼知道 這個數字是你們給我們的呢 沒有沒有那個沒有 奇怪 你們為什麼都給我 不然我這個送你自己洗出來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沒有多少你告訴我 多少你講 大部分申請的話 多少你講 你如果火箭這個數字 你告訴我多少 你都說不出來 你看它才不是那麼多 所以你這樣的自我 申請的那個企業沒有那麼多 多少啊 你說啊 我的印象中應該是 五六十家而已 哪有五六十家 這不是拼的 那是你們換的 那是你們給我的 所以這個送你 是否你去查證 但是只有33核准 為什麼會這麼低 天議員報告 其實現在就是說 因為銀行的利息是比較低 有些是直接是銀行貸款 那我們這個是不用設定抵押 我們也跟一些年輕人去講 他說的 像我剛才說的 微型的創業的行列 他說在這個貸款裡面 沒有包括在裡面 所以你是不是來開換一下 給這個因為他沒辦法投資很多 他要做中小企業 他要做中小企業 他可以出一點錢 要去開一個鍋子 做什麼 這種他也是要貸款 所以這個部分 你是不是要去加強一下 好不好 你要看看人家台北 你去比照人家台中 台中那邊 有個七年創業 中小企業貸款 高達12億 在台中有這種案子 所以他只針對 就是這些的人輕人 做一個很鼓勵 那當然 在花年他也曾經就是 為了要留住 因為大家都知道 花年很多小企業都出走了 所以在地的政府 他鼓勵得更好 他有開換說 青年住宅的環境店面 讓你去這個 去做一個就是開業 可以讓這台年輕人 萬一留在高雄 可以來做個小本的生意 這樣基本的嘛 你不要把它鎖定在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要多少錢 你知道嗎 要投入多少錢 所以你的精華籍 你的鎖定的目標 你是不是 你不要把大家鎖到那裡有錢 一開始就要穿越 天遠報告 其實未來那個 平時營溪的地方 將來會有成立一個 青年創業的一個基地 那那個部分其實如果能夠起來以後 其實我們未來是比較有一個長久的 提供青年創業的一個 還有一分鐘 然後勞工指援計畫 是要趕快加強 那最短的時間 我們要請大家 就是針對我們議交 我們要善待他 我想在那裡頭那裡來掩 在路後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議交在那裡 指揮交通 所以希望制服的專備要充足 安全問題 第二 服務勤會要六都一致 把那兩百 我們到百五年市場 我要拿一拿一拿 這是不公平的 這是六都裡面 還有補足人員的人數 平均人力 因為近的人力相當的不足 相當的不足 所以議交對我們的一般 對我們的交通社會來說 奉獻的 站在第一線去做服務 包括議銷港 議交跟議銷 事實上真的是站在第一線 所以這部分希望 其中 你能夠就是回去注意一下 我們尤其是 胡勤會要六都都一致 還有這邊 最後本席要跟市長 跟我們所有一起主管講 我們要找回幸福港 希望有一個市民 做得到市政府 感謝 好 感謝六市長 和李秘書長 和國局處的首長 和主管的烈心 也感謝民體和好朋友的 蔡鳳和本輝 各位當年出色 和電視機場的鄉親朋友的收看 今天 最好的議題到這裡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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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